这个男人可以动歧一切 四天能写一本出版的小说 短短三天时间就可以学会用钢琴弹奏世界名曲 掌握一门外语只需要一次简短的聊天 在股市和赌场上更是所向披靡 你以为这就完了还远远不止 头天看的李小龙电影第二天就能活缺活用干翻好几个壮汉 他不是外星人也没有特异功能 原因只有一个 他的大脑得到了百分百的开发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逆天前能 男主是一名落魄的作家 人到中年了还一事无成 虽然好不容易签约了一本新书 但由于灵感酷竭 他始终没能写出一个字 他那位当初爱的要死要活 叫嚣着山无棱天地和乃干与君爵的女朋友也熬不住了 一无反顾的跟他提出了分手 虽然男主苦苦挽留 但刚刚升职的女友并没有改变主意 男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的第一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几分钟就破裂了 现如今女朋友又离他而去 他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当他正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瞎溜他的时候 遇到了他前妻的弟弟 也就是他的前小舅子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不让小舅子看笑话 男主开启了吹牛皮的模式 但很快就被见多识网的小舅子给识破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男主的前妻之后 便输给争断了 小舅子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他给了男主一颗价值800美元的药片 这种药片可以激活大脑的潜能 换句话来说 普通人大脑的利用率只有10% 而服用了这种药片 人的大脑的潜能可以百分百完全被改化 男主刚开始完全不信小舅子的鬼话 认为这种药片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毒品 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男主 这时候也无所谓了 他吃下药片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即便挂掉了也不见得是个坏事 男主来到家门口 刚好撞见了来收租的包租婆 对于这个经常拖欠房租的家伙 包租婆一点都没客气 大放厥词 吐沫星子乱飞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药片出现了神奇的疗效 男主大脑的所有潜能被激活了 他不仅能读取包租婆内心真实的想法 而且还帮助包租婆补习了法律课程 完成了一篇超水平的论文 最后还凭借不可思议的博文强计 以及出色的口才 俘获了包租婆的放心 在药片发挥功效的时间里 男主就像换了一个人 他感觉神情气爽思维敏捷 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那篇一个字还没写的小说 居然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但这种药片的药效 只能保持十几个小时 当男主第二天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又变回了猪脑子了 但幸运的是 小说的出稿已经完成了 他交给了出版社 然后回家等信 男主回到家 很快就接到了出版社的电话 对他刚刚出炉的小说非常感兴趣 男主意识到自己 闲于翻身的机会来了 但他同时也清楚 如果没有药片的持续支撑 即便有再多的机会 他也没有能力抓住 于是他来到了前小舅子的家里 小舅子知道男主来的目的 他让男主去干洗店 包自己取回衣服 然后再买点早餐回来 男主一听可乐坏的 只要能搞到药片 让他上刀山下火海都行 当男主拿了衣服和早餐进屋之后 吃惊的发现 小舅子已经被人给干掉了 而且屋子里被人翻得是乱七八糟 出了人命 男主再也不淡定了 急忙打电话报了警 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药片的问题 于是便开始在屋里下悬梦 很快男主便在烤箱里 发现了小舅子的前我和一大袋子的药片 在警察局做完笔录之后 男主开启了他崭新的人生 在家里吃完药片 男主脑门被晾 二毛子硕硕方光 不仅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小说 而且三天内学会了钢琴 在赌桌上赢了一大笔钱 跟老外简单的交流 就能轻松的掌握英文外语 更重要的是 男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权材 无论在任何领域他都能侃侃而谈 而且逻辑缜密有理有据 很快便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 拥有了这样的智商 如果不干点正事那就太可惜了 于是男主便开始研究炒股票 他利用强大的预测和分析能力 很快便在低迷的熊市赚了一笔钱 但由于本钱太少 忙活了半天也没办法赚到大钱 男主通过朋友找到了放高利贷的黑帮老大 从黑帮老大那借到了十万块钱 有了这笔钱 男主如虎天意 在股市中翻江倒海兴风作浪 用一周的时间就赚到了200万美元 他的光荣事迹不进而走 很快便引起了很多财团和新闻媒体的注意 有了钱 男主这腰杆也硬了 把当初残忍抛弃自己的女朋友 请到饭口吃了一顿 当女朋友听说 华尔街的金融大亨要和男主合作的消息后 马上就有了再续前缘的想法 男主也不计前嫌 两人马上就破镜中原了 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变 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的 转过天 男主和华尔街金融大亨老罗见了面了 男主一番云山雾罩的高谈阔论 把老罗当场就砍梦圈了 这种剑走偏锋的路数 他还是头一回见到 老罗给了男主一大堆眼花缭乱的资料 想测试一下男主真正的水平 男主没让老罗失望 很快又找出了其中的问题 药物的加持导致男主的脑细胞异常的活跃 他必须不断的进取才能保持平衡 换句话来说 他要释放出多余的能量 以防止那些聪明材质从脑子里溢出来 打架也是释放能量的一种方式 经常看李小龙电影的男主 凭借逆天的记忆和模仿能力 很快就摆平了几个不良分子 药物的神奇疗效给了男主一种幻觉 他尝试着在不服药的情况下 分析那些资料 但昨天还一目了然的数据 此刻看起来就如同天书一样 由于药片全放在了女朋友的家里 因此男主只好带着自己的猪脑子 去跟金融大亨牢牢开会 失去了药物的帮助 男主就像一个大傻子似的 说话漏洞百出 前言不大后语 这时候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 头天晚上在酒店 跟男主优惠的金发女郎被人给杀了 男主意识到很可能是自己干的 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刚回到家就接到了前妻的电话 前妻似乎对药片的事有所了解 男主希望能跟前妻见面 以便了解一下药片的真实情况 男主打开前小舅子的笔记本 发现小舅子还有其他的一些客户 这些人也服用过药片 他按照上面的号码逐个打电话过去 发现这些人不是已经挂的 就是并无高慌了 这时候男主发现一个脱发的男人 一直在跟踪他 并且明显是不怀好意 男主意识到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脱发男在后面紧追不死 甩掉脱发男之后 男主来到餐厅跟前妻见什么样 原来男主的前妻也服用过这种药片 并且曾一度的辉煌过 但后来前妻意识到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 于是便停止了服药 停药之后前妻就病倒了 而且差一点就死掉 前妻曾去找自己的弟弟询问情况 弟弟说用过这种药的人呢 无一例外全都挂了 前妻虽然没有死 但落下了巨大的后遗症 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 前妻走了之后 那位当初借给男主高利贷的黑帮老大出现了 黑帮老大发现了男主手里的药片 这哥们也没想那么多 直接就把药片给吃了 然后压着男主来到银行 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男主强撑着身体来到了女朋友的单位 让女朋友赶快回家帮自己取药 这时候女朋友才知道 男主的超能力是哪来的 女朋友拿着药在返回的途中 不幸被那个脱发男给盯上 为了摆脱脱发男的纠缠 男主让女朋友赶快扶下一颗药片 这样就能想出甩掉脱发男的办法 女朋友吃下药片之后 果然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很快就把脱发男给摆平了 放高利贷的黑帮老大 吃了那片药之后就再也放不下 他找到男主希望得到更多的药片 男主惹不起这个亡命之徒 只能隔三差五的给对方一些药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男主还花高价请了两名保药 在药片的作用下 男主很快便成为了金融大亨老罗的合伙人 不过他知道药片总有吃完的那一天 为了不让自己断粮 他找到了药物研究所人员 花高价让研究人员分析出药片的成分 然后再按照相同的比例调配制造 之前跟男主在酒店优惠的金发女郎被杀这件事 警察很快便找到了男主 男主知道这件事自己搞不定 于是便高薪聘请了一位臭名捉住的无良律师 这位律师为了钱可以出卖任何的东西 在律师的斡旋之下 男主很快被放了出来 随后男主参加了并购会的谈判 最近这两年 新崛起的金融巨额大老王是老罗的主要竞争对手 男主回到酒店 发现房间里被人翻的是乱七八糟 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 也为了更加的安全 男主花高价买下了一套高安全级别的房子 第二天是跟金融巨额大老王签合同的日子 但大老王突然有病住院了 当看到大老王的保镖居然是脱发男之后 男主才意识到 大老王跟自己一样也正在服用药片 而大老王之所以病倒 就是因为没药吃了 在无良律师的按枪操作之下 男主杀人的嫌疑被转嫁到了别人的身上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无良律师居然被大老王给收买了 当他准备吃药的时候 才发现藏在西装汗兜里的药片被律师给偷走了 这时候男主收到了一个包裹 发现自己雇佣的那两个保镖被黑帮老大也干掉了 男主刚回到家 黑帮老大带着人就找上了门了 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男主交出药片 虽然男主的新家有很强的安保措施 但黑帮老大还是用工具给破拆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混战 男主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求生欲居然反杀了 虽然无良律师偷走了男主的药片 但大老王因为停药时间太长 最终还是挂掉了 大老王一死 作为保镖的脱发男自然也就失业了 男主找到脱发男 两人合伙摆平了无良律师拿回的那些药片 一年后 男主凭借药片的帮助 很快便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帝国 他也成为了金融大亨老罗最强劲的对手 老罗找到男主 希望男主能跟着自己干 原来老罗居然收购了研发那种药片的药业公司 老罗告诉男主 如果男主跟着他干 那么他会持续为男主提供药片 如果拒绝 男主很快就会因为停药而一鸣呜呼呼 但是老罗可不知道 男主早就利用自己的金钱和聪明材质 按照药片的配方研发出了改良的新药 影片的结尾应该是最亮眼的一场戏了 男主在药片的帮助下 居然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最难掌握的一门语言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镜 此药虽然很强悍 有些事也玩不转 你能收购华尔街也中不了五百万 我们下期再见